不知不觉春节就这样结束了 各位朋友回来上班之前带父母去做个体检吧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 之前有很多朋友问我 妨碍体检应该怎么查 癌症应该怎么预防 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 全是干货 建议收藏哦 我把最常见的 集中癌症的筛查方法 筛查年龄 筛查的频率 以及预防的办法 做成了表格 大家截图保存就可以了 我这里总结的 只是一般人群的筛查办法 如果你有癌症家族史 甚至是遗传史 以及一些特殊的疾病 那么你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 你的筛查跟普通人可能不太一样 去家里面附近的三家医院 就可以做完所有的检查 整体的费用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 希望大家把这个重要的支持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关注我 关注朋友的医生 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们下期再见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